光大梦想,爱心启航,第四届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 2014母亲水教公益活动,4月22日在北京启动 国家一级演员耿连凤,祖海,著名影视演员孔林 中国第一支藏族女子组合,阿家组合等人 受邀出任活动爱心大使 童星林妙可担任活动代言人 该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光大银行主办 全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授权 活动结合光大银行母亲水教公益事业 面向全国青少年展开 采取青少年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朗诵,表演,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呼吁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母亲水教公益事业中来 孩子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这些孩子们从小受到爱 他们也知道怎么去爱 所以呢,这个为母亲献爱心 为了母亲能够喝上水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 从小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或是梦想或是理想 那就是长大了,要为祖国为人民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点点的事情 可能就是就会改变出人的命运 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能够让一些弱势群体 他们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008年,林妙可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表演嘉宾 演唱歌曲,歌唱祖国而受到世人关注 时隔6年,15岁的林妙可已经出落成大方的林家女孩 身穿衣袭红色连衣裙,青春气息洋溢 作为第四届全国青少年才一展代言人 林妙可呼吁人们节约用水 多关注西部地区缺水的孩子们 据悉,该活动于今天正式启动之后 将在2014暑期在北京进行总展评 演发出的优秀作品将会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CCTV少儿频道等渠道 向亿万观众进行汇报演出 活动的全部收益将捐赠给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母亲水调项目 用于西部缺水地区修建水调